現在跟小朋友講手帕 他們都會想說手帕要拿來幹嘛 我跟你講手帕真的很好用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夏俞喬 今天我來L要來開箱我的包包 What's in my bag 來 就是 我的包包就在這 這就是我平常運動的時候會帶的包包 這包包是我在前年上上屆的時候 跟台北電影獎一起合作的 它可以手提 然後側背還可以後背 好像在賣包包一樣 好包包介紹完了 開始來看看我運動的時候會戴什麼呢 這個是最大體積的 帽子 我運動的時候帽子非常重要 因為運動的時候是不會戴帽子的 但是會流汗然後頭髮會亂 所以是運動完之後走在路上 帽子就變得很重要 這是我必備的 然後運動的時候水也很重要 我是一定會喝很多很多的水 那在室內的話就會帶小的 因為像健身房都有 飲水機可以一直讓我裝水 那講到水呢 我也會推薦大家就是運動的時候 尤其是重訓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喝這種 有帶口味 可是無糖的高蛋白粉這樣 運動完馬上喝 然後就會讓你長肌肉 所以我自己很推薦運動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攜帶這種方便的高蛋白粉 再來是 這是無線耳機 我在戶外運動 比較像是騎腳踏車 或是跑步的時候 我會帶這種就是無線的耳機 那這個是專門運動用的 然後 手帕 因為我的流汗量沒有到那麼大 可是我很習慣就是手帕要這樣 手帕是不是感覺有點年代人才會用啊 因為我發現現在跟小朋友講手帕 他們都會想說手帕要來幹嘛 我跟你講手帕真的很好用 像你就這樣子把它弄成三角形有沒有 然後就這樣綁在你的手腕 像尤其我騎腳踏車 是一定會帶著手帕在我的手腕上 因為你不太可能還要拿毛巾去擦 因為你正在騎 所以騎一騎然後這樣子擦真的很方便 非常推薦大家手帕很好用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 然後還有一些防疫的小東西 像是就是酒精噴霧啊 就是隨時就可以殺菌這樣 這就是我的運動包包 你會巧合如果你可以做完整袋 包包的小樣嗎 你會帶到什麼樣嗎 水壺 因為我每天都會喝很大量的水 一天應該可以喝到2000cc 所以水很重要 然後 帽子 就是運動完的妝容很重要 所以帽子很重要 一二 只能再帶一個的話 應該是耳機吧 因為我是一個就是很愛走路 或者是做大眾交通運輸的人 所以其實耳機就是在公車啊 或是捷運真的是很方便 所以應該是耳機 這三個 好的 這就是我開箱我的運動包包 大家要記得去訂閱L台灣哦 2023最具風格的時尚路跑 L Run with Style 將首度舉辦北高兩場 4月22號在高雄夢時代大道 4月29號在台北大家河濱公園 大家趕快去報名 一起在城市賽道上自由奔跑吧 剛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